而另一方面看到高雄市警方逮捕的这一对兄弟贼啊 他们虽然说人啊长得高头大马 但是胆子很小 而且身上虽然穿着沙很大的这个T恤 但是呢也偷很小 他们呢总共就到超商去偷了三包的牛肉干 没想到离开的时候呢 被这个女店员发现了 女店员呢身材非常的娇羞 只有身高150哦 但是呢他这个当场呵斥他们说东西交出来 生如红中的 把这一对身高都有180的兄弟给吓到嫩咖了 这个偷了牛肉干想要把这个牛肉干丢掉 想要逃跑 结果呢被巡逻的警察给活活地逮住了 杀很大兄弟走进超商 哥哥身上印着杀很大 弟弟穿着浪子 这对兄弟身高180却游手好闲 肚子饿了到超商偷东西 上学怎么做 杀很大 对 学杀很大 后面那个是他弟弟 对 这对兄弟党虽然穿着杀很大 却偷很小 只偷了价值不到174元的三包牛肉干 离开前还被身材只有150公分的娇小女店员活呆 不是赶跑是他们自己逃跑的 对啊 对啊是我们店员追的 他们自己自动 女店员不畏惧这对兄弟身材壮硕 将两人留在门口呵斥 杀很大罚站门口被骂很大 这对兄弟被吓到腿软把牛肉干丢在柜台想要逃跑 结果因为身上硬着杀很大 一眼就被巡逻紧网释出 当场逮捕 没想到身高150公分的女店员更杀 中年新闻刘启文张玉昕高雄报道